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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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存在着长达数千米的幽深地缝 这种地貌景观 即便放在世界范围内的其他石灰岩地区 也较为罕见 究竟是什么力量 将这里的岩石打造成如此独特的外表 考察族又能否在两根晴天巨柱上找到答案呢 走访中我们得知 大峡谷中有一个叫前山村的土家族村落 村民世代居住在大山深处 对山里的情况非常了解 于是考察族来到了前山村 村民告诉我们 位于西侧的一柱箱又细又长高耸入云 在雾气环绕下 远远看去 宛如一根冒出鸟鸟青烟的巨箱 一柱箱的名字由此而来 那个一柱箱就是神奇了 那么一点点车还那么高 从过去到现在我们是看到好几倍人 专家建议 考察先从一柱箱入手 一片区域的代表性景观 往往会藏有这方山水地质演化的关键密码 前行几个小时以后 一柱箱赫然出现在考察族的眼前 站在他一旁 唯有用震撼一词 才能表现出我们内心的感受 与周边其他炎柱箱比 一柱箱的身形更加高大 柱体却更为纤细 在云雾中 考察队员隐约看到 他具有奇特的造型上宽下窄 令人担心他时刻都会轰然倒下 看着他非常显 这个上头出什么下头戏 就快倒的样子 那当然觉得这个很新奇 仔细观察 考察族注意到了更匪夷所思的地方 这根巨型石柱上 布满了纵贯上下的巨大裂系 这让一柱箱看起来更加岌岌可危 万新南告诉我们 类似的严柱景观 在湖南省的张家界也有分布 但是那里的巨大岩体 是由石鹰沙岩构成 它们质地坚硬 不易分化 因此山体能够长期保留柱状的形态 而眼前的一柱箱 却截然不同 它位于一个石灰岩峡中 高达百米的柱体 完全是由灰岩构成 一般来说这种岩石极易遭到风化波石 而且承压性能也远不如致密的石鹰沙岩 那么它为何能够屹立不倒呢 一连串问题接踵而至 就在我们打算进一步考察的时候 远处山谷中传来了轰鸣的雷声 具有丰富的野外考察经验的万教授分析认为 山中一旦落雨 道路将一场湿滑难行 极易发生意外 为了安全起见 考察组只好先离开了峡谷 返回山下筑地 第二天清晨 我们再次前往峡谷 考察组注意到 眼前的身体颇为特殊 似乎是一整块岩墙从中分开 形成了三个有高有低 粗细不同的岩体 两根独立的细长岩柱 目测高度接近100米 乍看起来 和一柱箱的形态非常类似 整个山体远远看去 酷似汉字 山字的形态 这以前是没发现过一个卡斯蒂茂雷 单根的这个岩柱体 跟这个整体的山体 它独立出来 一路下来我们看到 峡谷周边广大地区 岩层的垂直结理发育十分显著 与一般卡斯特地区迥异 这决定了恩师大峡谷独特的气韵和风貌 那么这里因何会与众不同呢 大约半小时后 考察组来到了位于一柱箱中部的平台前 稍微高一点的地方 咱们能看见这个一柱箱的形态是吧 对 这根柱子啊 在这个方向看 就那个最细的那个脖子呢 那估计也就是四米左右 很可能就在那要断 实际上它这里头还有很大的玄机 然后我们走底下去看看 就知道了 来 慢一点 教授 前面这个 来 沿着一条曲折的山路向下绕行 不久后 考察组来到了一柱箱的底部 到了哈 对 到它的根部 这就是深圳的底部了 它的高层呢 可以达到150米左右高 它的底下这个直径 大概是六米 六米 对 咱们现在是六个人 都合抱不了这颗大柱子 一百五十米 相当于五十层楼房的高度 庞大的铁机 摇摇欲坠的形态 岩柱上纵深的裂隙 这些不利因素 哪一点都会使一柱箱 顷刻间轰然坍塌 但这根巨型岩柱 不仅存留至今 而且屹立于风雨中 窥然不动 经过一番观察研究 万教授对一柱箱的成因 做出了大致推测 从这儿看到 它是这个非常致密的一个灰 但是这个城里呢 它是交接得很紧 等于说我们建房子 这个水泥交接都是无缝交接 它整个的机制比较均匀 所以说它这个整个结构 在力学上 使它能够保持这个毒力的这么高的话 它是一个很关键的东西 万新南告诉考察队员 他对我国大多数卡斯特地区 进行过考察 像眼前这样的石灰岩 可谓难得一见 这种岩石除了异常坚硬致密外 还有一个非同寻常的特点 万教授认为 恩施大峡谷能够形成 眼前这些高度超过100米的岩柱群 和组成它的岩石性质密不可分 这套特殊的石灰岩 平均厚度超过1000米 颇为罕见 这种灰岩也只在这个地方才有 全部达到1000多米 这么厚的一个岩层 这也是少有 所以说这里头能够形成这个柱状体 超长坚硬的巨厚石灰岩 是在特殊地质环境下孕育出来的 经历过极不平凡的自然岩化 那么一柱乡及其周边地区 到底有着怎样特殊的绅士呢 联想起之前我们看到的山字形岩柱 万教授告诉我们 他已经基本弄清了一柱箱等巨型岩柱的形成原理 原来一柱箱原本是山体的一部分 由于受到地质力挤压 山体产生多道垂直裂系 随着裂系增多 暴雨沿着岩石裂系 无断垂直冲刷 切割 使得裂系不断加宽 岩石崩塌 逐渐从山体中分离 在风化作用的进一步破坏下 最终形成了直径大约为6米到20米 高度150米到200米 粗细不一 高矮不等 完全独立的巨型岩柱 成为举世罕见的地质奇观 弄清了一柱箱等巨型岩柱的成因后 我们迫切地想知道 为什么在同一条峡谷中 东西两侧的地貌却迥然不同呢 位于东侧的另一座巨型岩柱 潮天笋 它的成因 又是否与一柱箱相同呢 潮天笋 位于一柱箱以东20千米 海拔更高的区域 行进中 一处山谷出现的奇特现象 让大家饶有幸运的柱族观望 好 你试一试看有没有回应的效果 你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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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时 考察组前方百米正是陡直的牙壁 对它发出呼喊 可以收到异常清脆的回声 眼前的牙壁完全是一座天然回应壁 你好吗 你好吗 牙壁的形状要呈弧形以利于声波的反射 与此同时牙壁要足够宽大 岩石必须十分平直光滑 它就是要在一个比较光滑平面上给它碰撞 碰撞之后它又跑到另一面又碰撞一次 碰撞几次了就产生一种回应效果 山谷中的回应壁为考察增添了趣味 万教授告诉我们 回应壁与之前遇到的严筑群警官异曲同工 他们严性相同垂直结理异常发育 可见形成众多警官的地质力量波及范围广 影响程度深 离开回应壁 当来到海拔一千八百七十米的地方时 道路一旁出现了非同寻常的警官 四周平缓的坡地中 一座孤立的掩体拔地而起 这正是我们考察的目的地 朝天笋 远眺这座山体 它孤丰直立 显现出伟岸雄境的气魄 朝天笋附近的地形 与一柱乡周边地形截然不同 我们脚下的坡地自然原始 植被异常茂密 石块上生长着湿滑的苔藓 行进起来非常困难 这个路实在是太不好走了 可以看一下脚下的这个路 几乎没有路 经过三个多小时的跋涉 考察组终于来到了朝天笋脚下 目测后专家判断 朝天笋的高度 大约在一百米左右 令人不解的是 一柱乡所在峡谷的西部区域 巨型岩柱多有分布 而眼前的朝天笋 却是一大片区域内绝无仅有的高大岩柱 在同一个峡谷中 为什么东西两侧的山体形态会明显不同呢 为了能够顺利完成考察 考察组邀请了立川户外协会的几名队员 他们将携带专业设备 攀登朝天笋 采集岩石样本 两个多小时后 探险队员登顶踩到了岩石样本 最终赶在天黑前安全返回 万教授发现 朝天笋顶部的石灰岩 与之前一柱箱的岩石类似 但两座岩柱的外形 两片区域的地貌特征 却大不相同 一柱箱那个它一定是垂直切过 这个你看是一个像一个小山头一样 它底下你看基础很大 它不是那种局面 所以这儿它跟一柱箱有一定的区别 万教授让考察队员 回放了探险队员攀登过程中拍摄的镜头 并询问了当时的细节 根据探险队员在朝天笋采集的样本 和之前一柱箱石柱群相比对后 万教授认为一柱箱岩石致密均匀 除了牙顶的几树松白 在整个岩柱上基本没有植物生长 而朝天笋却是从根部到山体的二分之一处 都长满了植物 岩层较为松散 这证明朝天笋与一柱箱二者之间的岩性 存在较大差异 眼前朝天笋的石灰岩含杂质相对多 风化程度也明显高于一柱箱 所以说在那边能够保留一大堆 我叫岩柱群 那么它的灰岩的纯度要高得多 那么这边的灰岩纯度要差一点 所以说在这个地区这么矿雨的一个地方 它保留了 就它一个 独苗苗 独苗苗 不过万教授还是认为 仅仅这些 还不足以解释两个区域的明显差异 两种不同的地貌 其形成和演化一定另有玄机 通过分析恩师大峡谷地区的地图 万教授认为 一柱箱和朝天笋 虽然相隔并不遥远 但由于被一道斜向贯通的山脊隔开 因此 二者可能分数不同的地理单元 地层结构 或许存在差异 万欣男告诉考察队员 之前在考察一柱箱的途中 他通过观察岩石的走向和规律 锁定了一种可能 一柱箱所在的这片群山 正是地质学中典型的象斜构造区 在地质学中 岩层的褶皱分为两大类 岩层在受力后 两翼向上 中央向下弯曲 这称作向斜 反之 两翼向下 中央向上弯曲 被称作背斜 向斜和背斜构造 在自然界很普遍 规模有大有小 一柱箱所处的这片群山 是一组规模很大的向斜构造 它这个地方处于一个像斜的核部地带 它是水平的 构造挤压力以后 它就形成这么一系列的碱列系 垂直列系 这是构造作用形成的一个力 专家说 亿万年来的构造运动 使恩施的底层不断抬升 演化成连绵起伏的山川 在惊天地质力的挤压下 岩石产生大量褶皱 何不去与受力最为集中 强大作用力下 深长地垂直结理形成了 它们的形成 正是日后孕育斗牙绝壁 巨型岩柱 重要的前提 那么羽怡筑乡 一山之隔的朝天笋 是否也是如此呢 经过观察和资料对比 万教授确认 朝天笋区域 与怡筑乡区域正相反 是一个标准的背鞋 那边呢 它是一个向鞋的一个河部 这边呢 是一个背鞋的地方 而且它的岩层呢 稍微还有一点取其鞋 不向那边 一直向那边水平 朝天笋区域 岩层在张力的作用下 逐渐张力 由于完全的岩层 存在滑动面 在重力作用下 上部断开的岩层 开始逐渐坍塌 因此 在背鞋构造区 巨型岩柱很难长时间留存 朝天笋 就是这片区域 绝无仅有的一座 至此 一柱箱与朝天笋 两座恩师大峡谷中 地标式的巨型岩柱 以及这片区域的地质演化图景 被揭示出来 千万年来 惊人的地质力 打造出恩师大峡谷 层栏叠杖 勾贺纵横的地貌格局 与此同时 异常丰富的降水 日复一日地侵蚀古老的岩层 在他们的冲刷摩席下 连绵斗牙晴天俱注 脱颖而出 潺潺溪流 汇成百转千回的江河 群山尽染苍翠 云海尽显争容 地球既是一位雕刻师 又是精心的美容师 恩师大峡谷 便是一幅绝美佳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